我国现在正步入老龄化社会 而很多老人们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生活丰富多彩 甚至将终身工作制 演变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菲尼莫树借此机会 打造全新环节 银发足霸凌后 邀请一批依旧奋战在工作一线的老年朋友 登台分享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职场经验 展示他们别样的青春风采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今天这个特别单元的两位老人 掌声欢迎 你好 你好 珍珍老师 你好 非常高兴看着大家这么年轻的人 我是一个来自北京市东城区的一个 爱吃 爱健康 爱旅游的老人 请大家猜猜我的年龄有多大 再往高临 60 刚才谁说的87 你们俩有关系 猜得真准 对 87 看得出来吗 好多支广告里面都有她的 面前这位造型百变的圣奶奶 可谓老年模特技的红人 被称为神仙奶奶的她 87岁仍然在镜头前收放自如 想必她还是位有故事的老前辈 这个圣老太太啊 这个这样不会把您叫老了吧 没有 我要叫您圣姐的话 又觉得特矫情你知道吗 您说一下 您是怎么成为广告明星的呀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 我的儿子是一个著名的人像摄影师 比如说你们老总们 要选一个美女啊 或者选一个帅哥 到你的公司来工作 挑一个这个照片的最好的 所以我就沾着这个光 经纪人就看到我的照片好 就老找我拍广告 是心态 一个心态好 就是说我不讲价钱 只要是那个公益广告 你比如说 抗战七十周年胜利的时候 我扮演了周小燕 上了那个长城 还有一个捐助咱们那个 穷困地区盲人 复明 这个公益广告 我做了两个 所以我并不在乎钱 我在乎的是人 人们能看中我 让我来扮演这个角色 您是哪一年出道的呀 都快七十岁了 七十岁出道的 出道太晚 不求偏酬 专注于这个工作本身 这值得很多演员学习啊 您一共拍了多少支广告了 四百左右 有多少钱啊 我这钱都拿去旅游去了 那您一支广告最贵的 大概多少钱 上万吧 您好低调啊 上万吧 我们宇东现在出去一场活动 都挣不到上万 上百 是吧 过五百了已经 那是我们著名主持人宇东了 不好意思 雷哥不要介绍我 谢谢 和这个盛老太太比起来 这个我应该叫杨哥 叫年轻点 您算小弟弟了 我叫杨振宇 我来自于天津市 今天六十二岁 我现在在天津理工大学 公寓中心干四晚工作 就这位老大爷 你们应该天天在网上泡着的 应该也认识啊 网上频频出现他的身影 是吧 水漏水啊 行啊 挤楼 看似日复一日的宿舍管理工作 可并不妨碍杨爷爷 有一颗丰富多彩的心 玩直播 做模型 行行精通 样样出彩 如今 他早已成为学生眼中的大红人 叔叔您是怎么红的 那个 我这 退休以后呢 就来到那个理工大学 在宿舍楼呢 干那个宿管工作 在那期间呢 就那个门前那个 有一块小黑板 我平时就利用这块黑板 进行啊 温馨提示 每年到 过年 过节的时候 就把他有节日气氛 完了我就给他 出了一个板报 在圣诞节那个期间呢 我画了圣诞老人 和圣诞 关于圣诞 就这两幅 我们那个楼是 艺术生的一个楼 有一个学生给发的微博了 这样就整个就传出来了 完了以后呢 就有一些媒体就知道 就来采访 这都是 这是今年画的 今年今年出的内容 这个比我们以往来应聘 做设计 做插画的 有一些选手画的还好呢 这个是女生宿舍 我给女生宿舍画了 女生宿舍你也去 女生宿舍外边那个黑板 为什么女生就画 Hello Kitty那么好看 我们男生就是一只公鸡呢 因为那个女生呢 要那个女生的气氛 KT妈画的女生 都照相 特别喜欢这个 很棒 我觉得您一定是 有过美术基础 完全自学吗 完全自学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一直在单位也搞宣传 这样一直就没料 而且我觉得配色特别的好 尤其刚刚那Hello Kitty 真的我都想拿来 做成一个 做成一个logo 坐在衣服上 或者坐在其他地方 你准备好流口水啊 杨大爷的这个技术 可不止这一点 真的啊 这是画是吧 接下来还有唱 那来一段呗 对对对 来一段来一段 杨大爷不光会唱 还会很多乐器 不是杨大哥吗 现在怎么改成杨大爷了 我越来越景仰了嘛 因为我那个 比较喜欢乐 吹拉弹唱 这整套就是 他的调基本都全了 生碎 降 您看样子 年轻的时候 没有少跟女孩吹过 这个口琴 没有 奶奶想不想听一曲 可以啊 听一曲 图老师可不可以这样 让那个杨大爷吹 让神仙奶奶来走个秀 这样多好呀 也好 行不行 来两拳其美 两拳其美 音乐起 哇 好棒哦 哇 音乐起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呀 真是情色和名啊 这个所以说最近网上流传那句话说的真有道理啊 有些年轻人说你们都老了 你们懂什么呀 老人非常淡定地说 是 我们也年轻过 但是你老过吗 说得好 我们继续看到这个杨叔叔的才华 来介绍一下后面的模型是什么 这个我搭桥也是喜欢模型 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看我这门还是活的 嗯 里面还有家具 哦 还有床 还有灯 哦 还有垫呢 哦 还有垫 哦 还有垫 哦 啊 全是您自己打磨的 不是戏板现成拼装的吧 哦 所有的家具全是迷你的 哎 哎 哎 您 它有钢琴 来 还有床 哎 您这个卖 这个我是送给我们女儿的 哦 送给女儿的 我女儿也来 您这个卖也来了是吗 您女儿在哪呢 来 幸福的女儿 上去 来来来 邀请 邀请 您多大年纪了 嗯 我今年三十了 你结婚了没有 结婚了 你老公比你爸爸如何 没有我爸爸好 哈哈 哈哈 你这样说老公会怎么记得 我对 我不理解 啊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的爸爸已经62岁 跟我父亲同岁 你当看到这么大父亲 这么大岁数的父亲 还在努力工作的时候 你是希望他工作呢 还是你是怎么想的 嗯 好问题 嗯 我是希望他工作 我觉得像我爸爸这个年龄的人吧 有的人就只会就是在家了 或者就是喝喝茶水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像我父亲这样 今年六十多岁 还在外面去上班 他永远都有一个特别年轻的心 这就是终身工作 也许我们有一天可以活到一百岁 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 可能五十岁内退了 我们有可能就要像他们一样 活到老 学到老 干到老 所以让我们给他一点掌声 好不好 好 您看啊 我们这个节目是求职节目 平时呢 有很多求职舍来这里找工作 或者说是找梦想 或者说是找饭碗 你们对他们有什么话要说 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晚 就像我这么大的年纪 我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我为了健康 为了这个生活质量高一些 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说 什么多少多大岁数 不管多大岁数 你有一个少女的心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我 不管多大岁数 要有个少女的心 对 来 一个是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在自己的晚年生活呢 一定要走出去 我看有的人就要走出大自然 把自己的生活充实些 使自己呢 那个 更健康 更活泼 我就是这么想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 对两种人特别有意义 第一种是正在浪费生命的人 第二种是每天喊着 怕老怕老的人 其实老本身并不怕怕 怕的是等你老了 你的梦想却从未放飞 还要放在年轻时候的背包里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来到节目当中 感谢你们 祝两位身体健康 谢谢 来